接下來我們要來看一個應用問題 說一條長24公尺的繩子 那圍成的曲型最大面積是多少 這個題目要怎麼來算呢 我們就是你把它圍起來的一個曲型 長方形 那假如說你圍出來的長叫做A 那這邊也是A囉 圍出來的寬叫做B 那這邊也是B囉 那你就可以知道說這個 兩倍的A加B 或者說兩個A加兩個B 意思一樣 就是怎麼繩長 就是24米 所以你可以把它約掉 就是12 所以可以得到A加B等於12 這是第一個詞子可以知道的 那你現在要求的是什麼呢 要求的是面積 那這個面積當然是AB嘛 AB 那它要求最大 好那我們利用算起不等式 我們可以知道說 A加B除以2 應該大一等於根號AB嘛 是不是這樣 那這個 是12了 這上面已經是12了 所以這一位代就是6 那 所以把它怎麼樣 兩邊平發 兩邊平發 就會得到 36 大一等於AB 所以AB的最大值就是36 所以 MAX就等於36 好 看看這兩個問題 這一個簡單的應用 謝謝 謝謝 謝謝